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大家在今天這麼重要的夜晚 來到這邊 跟苗柏亞在一起 我在這邊先聲聲一曲弓 表達對大家最高的感謝 對於2024年1月13號 台本市民區的立委選舉結果 我們接受承認敗選 我要在這邊跟支持愛護苗柏亞的朋友 致上最深的歉意 今天是台灣人民再一次的民主的勝利 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又一次的用和平理性民主的方式 做出了我們的選擇 從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開始到現在 台灣人已經用一次又一次的民主的方式 證明我們在世界上存在的價值 所以今天晚上我想顧慮各位朋友 我們應該為台灣又一次的民主的勝利 而露出笑容 大安區的選舉結果 是因為苗柏亞個人的努力不夠 並不是因為台灣的民主不夠好 在這邊要懇請各位朋友 千萬不要為苗柏亞輪廓 千萬不要為大安區的選舉結果感到沮喪 因為台灣的民主在今天晚上 是往前的一步 台灣的民主並沒有停下來 台灣的未來還是會持續的因為大家的參與 都一直不斷的變得更好 這是我內心所深深相信的 我在這裡也要正式的恭喜羅志強先生 他順利的當選我們大安區的立法委員 在未來的四年 我希望他能夠 記住他這一次對於大安區民眾的承諾 能夠用心的傾聽民意 傾聽多元的聲音 讓我們大安區成為一個更快樂的更彩色的大安區 大安區立委這個工作不好做 因為未來的四年要拼出五年的成績 要帶領大安區進步 所以我也呼籲苗柏亞的支持者 在未來我們持續的共同關心大安區 我們還是繼續守護大安區 雖然這一次的選舉結果不盡如人意 我想也許有一些朋友 聽到我說恭喜羅志強先生 也會覺得心碎 但是這就是民主 苗柏亞熱愛大安區 苗柏亞熱愛台灣 我們熱愛的是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們願意接受大安區人民所做出來的選擇 我也相信大安區人民集體的智慧 所做出來的選擇 是對大安區最好的安排 未來的每一天 苗柏亞都還是會繼續堅持一步一腳印 向我們理想的方向繼續走 未來的每一天 苗柏亞都還是會繼續堅持 勇敢向前 繼續打造一個更好的台灣 因為這是我對你們各位的承諾 我會持續的努力奮鬥 我希望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大家不需要為我而哭泣 因為我們並不是一無所有 我們一定要堅強 而且我們一定會堅強 在苗柏亞的政治路的開始 其實就是從挫折當中開始的 在九年前我參與了立委選舉 2016年滾山南中正的民眾 沒有讓我進入立法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會想看最終世界的